如果打了一輩子 工作還要不是特別好待遇 突然間被你認識到一個有錢人 他對你一見鍾情 還說想跟你結婚 你會不會馬上糾衝呢 大家好歡迎回來 惡趣味頻道的炮谷片中商店 我是軒仔 今集想分享的就是一套最近上映的電影 阿諾拉 故事講述23歲的女主角Annie是一位脫衣母娘 有一天在夜店就來了一位俄羅斯的富二代伊凡 因為整間店就只有Annie懂俄文 所以老闆就欽點了她去接待伊凡 伊凡就對Annie一見鍾情 不單止私下會用一大筆錢去約Annie 還希望對方成為自己的一星期專屬旅友 眨眼一星期話那麼快就到了Annie也打算繼續回去做社畜 但想不到對方竟然跟自己求婚 電光火石之仔兩人就在拉斯維加斯拉上天窗 原本Annie就以為收穫了一段童話般的愛情 但想不到他們結婚不久 突然有一天有兩個陌生男人衝進屋 Annie幸福快樂的生活突然間迎來了180度的大轉變 老實說劇情上其實就沒有一些驚天地入鬼神的情節 說穿了就是一套女性追求童話愛情的電影 頭一個鐘的第一幕甚至還有一種錯覺以為在看新版的風月超街人 到底是甚麼令到這一套戲得到今屆的金鐘女獎 這個我自己就覺得是導演出色的地方 除了用了脫衣母糧去做切入點去諷刺社會上的人先入為主 單憑外表或者職業就看不起人 還帶出了社會上的階級觀念問題 甚至在最後還狠狠的導出 現實中的愛情其實就是這樣 不會有童話或者Happy Ending 其實我自己就覺得整個劇本吃得非常好 尤其是第二幕 雖然是好吵 但所有對白都沒有一句是多元 推進到劇情之餘 還可以不斷建立一些新出場角色的性格 亦都不斷滲一些Annie的內心轉變和他的矛盾 而且有幾場戲我覺得導演是刻意要他們答聲的吵架 就是為了呈現當時那種混亂情況 和各式各自很緊火的狀態 而且由Annie和兩個陌生男人在家那場戲開始 就不斷上演一幕幕荒誕幽默的事 好像是兩個大隻男人對Annie觸手無策 還被他們打到傷了 而找人的過程 無緣無故又有人在車上吵架到要抹車 接著又無緣無故在餐廳上對著年輕人說 她這些幽默荒誕的事未必會令你笑 但就會令你體會到Annie那種無力感的心情 一方面已經在未搞清楚什麼事的情況下 要跟三個男人通頂四圍找老公 還要遇到那麼多事真是哭笑不得 而最厲害的就是當兩個男人的BOSS去做Annie和Evan 選屋的時候 拉高了整套戲的張力 搞到好像黑幫尼滅口 又不明白為什麼他們那麼怕Evan的老爸老母 觀眾就好像Annie一樣 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上一秒還好幸福 下一秒就好像突然被人刮醒了 原本就以為劇情的走向會變得很嚴肅 誰知之後竟然就是發生剛才說的一系列滑稽荒誕的事 那種反差真的做得很棒 Evan是BOSS的人詞也有個反差 她明明是神父 但又會在Annie面前很不冷靜 而且就算整個第二幕很吵很多事發生 但看的時候就完全不會覺得很亂 還很清楚感覺到導演是想借這些事 帶出Annie不斷捍衛自己和Evan的關係 就算一開始單拖兩個大隻佬 都完全沒有害怕 也正因為作為觀眾的我們看到Annie的表現 當下一幕她認清了現實的時候 我們就完全感受到那種一下跌落谷底的感覺有多痛 還有最厲害的就是導演是可以做到收放之餘 應該說的話他會告訴你 不應該說的話他就留白給你們想像 這種對比下就會更加感受到 這部電影導演的功力 就好像Evan和她老爸老母 其實到原場 都沒有很明確地交代他們整家的背景 到底為什麼那麼有錢也沒有說 又或者是Annie的背景都沒有很刻意交代 就連她和Evan的關係 到底是建基於愛還是錢 這些都留白了給觀眾自己想像 而除了對白上 其實畫面上也有很大的對比 第一幕的攝影機又會玩一下handheld 很有動感 配合五光十色的畫面 帶出了Annie沉迷在這個有錢人 紙序金迷的夢幻世界 但去到第二幕就突然話風一轉 沒有那些五光十色和很動感的攝影機 就好像一下子把觀眾和Annie一起拉回來這個現實世界 至於第三幕 我自己覺得可以說是把整套戲昇華了 導演他不是用什麼戲劇性的反轉 反而是很真實的讓觀眾切身體會到 Annie面對有錢人有權有勢的人的時候 只是可以無來地接受那種心情是幾個不甘心 最深的就是最後結局的車內那一幕 E哥拿一隻戒指出來給Annie 但Annie一無所有只可以用身體去報答對方 但E哥沒有誠虛而入 最後Annie也忍不住在她面前崩潰爆哭 整套戲我們其實由一開始看到Annie 是為錢才跟Evan發生關係 到後來真是愛上了對方相信這段關係 去捍衛這段關係 然後在過程中一次又一次陷入希望和失望的輪活 到最後要認清現實死心認命 我們見到其實他都沒有流過一次眼淚 還以為他真是很堅強 但到最後其實他爆哭那一刻我們就會明白到 一直以來他都只不過是為生活 而被逼他利用身體去拼命賺錢 有得選啊說真的 誰不想去做一份待遇好一點的工作呢 還有Annie其實骨子裡都是跟天下的女生一樣 相信著愛情 希望有個愛自己的人 可以跟對方一起組織家庭 過著幸福的生活 導演由頭到尾都不是想借Annie和Evan 這段關係去探討愛情的本質 又沒有想說什麼愛情與麵包 哪一樣重要的大道理 他只是很赤裸地表達出 現實就是這樣 惡人未必有惡報好人都未必有好報 但是因為整個故事都好貼地好真實 才令到後境那麼強 令到觀眾可以切身體會到和代入到Annie的處境 而除了Annie之外 其實令到第三幕昇華的就要歸功於伊哥 他由出場到最後一刻都好像一個完全不關事的局外人 全程在吃下花生 但其實他一直都是對Annie很溫柔 又會提出要求伊凡向Annie道歉 而整個過程我們都看到他不會因為有什麼不軌的企圖才這樣做 就連最後他和Annie在家那場戲 Annie都說如果他們單獨相處 伊哥就會強姦自己 但是就是沒有 連最後Annie用身體去報答他的時候 伊哥都完全沒有做一些佔Annie便宜的事 我自己就很喜歡Annie和伊哥在家報演那場戲 兩個人只是說一些很無聊的話題 但就有一種一切的混亂 終於都可以完結終於可以靜下來的感覺 正因為伊哥一直都陪著Annie 所以去到最後剩下兩個人的時候 某程度都給了一種陪伴和安全感給Annie 如果不是最後Annie都不會在他面前爆哭出來 我自己就覺得如果沒有這個角色的出現 我們就不會看到故事的最後一幕 甚至可能Annie都會在最後看不開做一些傻事 但是導演就很出色地把伊哥這個角色 從第二幕開始就放在這裡 沒有做任何搶鏡的東西 令人以為他都只是一個配角 但想不到竟然就是一個那麼重要的角色 最後都想說一點題外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這部戲的女主角Annie 和完美物質的阿蘇 其實都是在從前有個荷里匯裡面出演過 雖然在從前有個荷里匯裡面 他們都不是說單正或者氣憤很多 但是透過完美物質和阿羅拉之後 他們的演技都可以說是有目共睹 證明了不是靠樣子去搶食 不得不佩服的就是 塔良天怒在選演員方面 真是有些觸覺 另外就是金鐘獎一年得一個 所以我自己就好推薦大家看這部阿羅拉 上年得獎的《墮下的對證》 其實跟這部都有點像 都是沒有什麼化巧東西 很紮實地用一些對白 用角色 用一些基本功去講好了一個故事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們都有看這部戲 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和我一起分享 如果未看的 真是好推薦你們快點去看 因為香港的長次其實應該不多 因為話題性又不高 加上近來有兩套比較大熱的港產片 所以應該長次都被他們佔了 所以如果真是大家有興趣的話 真是真是要入戲院看 完之前都是記得 賺好訂閱分享我們這個 惡趣味的頻道 按下鈴鐺 有新片的時候就會通知你 我們下集見 拜拜